今次這首歌曲《信之卷》 找來《Nowhere Boys》的朋友幫我作曲 填詞的還是Oscar Lee 還有找了Kao叔叔幫我做監製 這首歌是說什麼呢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動畫 從小到大都 一直都會被動漫主角吸引 經常都會幻想自己的那個 就是那個動漫的男主角 我自己認知的動漫世界 通常都很美好的 然後他們男主角或者主角們都會不顧一切去做想做的事 然後最後都會達成他的目的 從小到大都很常常發夢都會幻想自己 如果是個動漫男主角就好了 今次這首歌其實 做的時候各方向都想做一首很J-Rock 很動漫形式的一首歌 希望這首歌的歌詞 其實我想說很多人在這個現實世界裡都失去了這個童真 然後好像慢慢找不回自己 沒有了一個初心 其實因為小朋友的 purpose是最單純的 想做那件事就做 反而慢慢的人越來越大 很多東西都會有很多秘技 很多東西都會不敢去嘗試 這首歌就是想說 大家可以找回自己的初心 希望好像一個動漫男主角 用往直前什麼都不怕 這個故事就是一貫大陸的動漫形式的故事 就是男主角經歷了一些低潮 然後就有些心魔要去解決 這個心魔最後出來攻擊他的時候 通常正義那批 最初都是不夠打的 所以就要先受一下挫折 然後就集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再攻擊 打贏這個反派的力量 其實今次這個MV用動畫呈現 基本上是全自肥的 就是把我自己想放進去的東西 全部放進去 因為動畫的MV跟真實可以有些不同 不同的方向就是 你真的想到什麼都可以放進去 因為是動畫師畫下去 你可以在天馬人空 我想逛逛逛飛起來 都可以 因為所有東西都可以 很天馬人空 在動漫的世界裡 這次動畫的MV 除了有些男主角會很像我之外 因為我真的跟動畫師說 很想自己做一次的動漫男主角 然後身邊又出現了一些 我平時會出現的物件 然後我會今次在這個動畫裡面 放了一些彩蛋下去 就像人家看那些魔法電影 大家看這個MV的時候 也可以同步一起找一下彩蛋 其實我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些彩蛋放在哪裡 我自己看MV也要找一下 因為我很想在這個MV裡面 難得是一個動畫的形式去呈現 希望可以放到一些 我入了行之後 陪伴我的一些重要事情 或者我生活上一些 我自己覺得重要的事情 我也想可以成為一個彩蛋 到時會在哪裡出現呢 我都不知道 希望大家看完這個MV 大家一起去尋寶 我剛剛拍的時候 就想拍這個感覺 好像一個小朋友 可能傻笑 坐著看著天空 發白日夢 因為我覺得 我很多時候 對動漫最大的感覺就是 我看完一套動漫 我以前可能回學的時候 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回學 發白日夢 我可能會發白日夢 去幻想自己是那個男主角 然後經歷那個動漫裡的情節 我今次就在這個MV裡 自己就把自己放進這個動漫裡 自己一起去經歷這件事 去做一個正義的英雄 去打壞人這樣 我好喜歡龍珠 好喜歡數碼暴龍 今次其實 有很多數碼暴龍的元素 在裡面 即是他要進化 我在這個MV裡要進化 我有一個神獸的物體 在旁邊做陪伴 有一個寵物 我又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去打低壞人 我覺得這個動畫 今次的MV動畫元素 是比較偏多數碼暴龍的元素 在裡面 好 差不多 可以拍一下 想拍三個音樂 好 我想再講一個點 好 今次想特別講 一講的就是 我做這個動畫 製作MV這個團隊的幕後班 就是 首先有這個 趨善兄弟的團隊 還有有Tommy 兩個團隊合作 一起去衍生了我這個動畫MV 為什麼我很想去多謝他們 因為其實他們兩批人 兩批補得上的人 都其實是香港人來的 是香港本土人去做一個 這麼高質素的Animation製作 我為什麼會認識到他們 因為我去年做一個 玩具牌子K Plus的時候 看到他們的宣傳片很漂亮 我就問他們 原來就得知道 做這條宣傳片的人 就是一班香港人來的 我那時就 已經立刻求試 好想有機會 我有一次的MV 可以做一個傳動畫形式的 我這次問了公司 覺得這首歌都很適合 我問可不可以找他們做 公司都很快答應了 然後 我看了一個ROUGH的成品 我自己都很開心 覺得 其實 本土香港人 都有很多 很厲害的人 因為你看到他們做的過程 跟他們一起開會 知道他們怎樣畫 其實他們所有東西都非常非常非常專業 所以做一次在這裏很多謝他們 亦都希望多些人會發現到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本土的藝人 無論是做其他創作也好 做其他文化藝術也好 都是非常之優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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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